先來道歉 一名綁著馬尾的女子 在凌晨一點多 突然闖進了早餐店門口 用力把貪車給搬開 和一名男子激烈爭吵 這堆情侶互相指著 對方的連吵架 罵了兩分多鐘 最後女子怒氣重重離開 男子要走之前 記得把貪車歸位 不過還是被早餐店老闆娘發現 貪車的位置變了 就怕是遭小偷 趕快掉一檢視器 才發現原來是情侶吵架 貪車被迫及 這一間其今早餐店 是一對姐妹在經營 當天發現貪車被移動 檢查了一下 幸好沒有東西不見 貪車也沒壞 就喝酒 年輕人衝繃 我是怕是聽說打在那邊 我聽錯了 當事人表示 他並沒有 要追究這個 因為桌椅並沒有迴損的狀況 加強周邊情侶 避免該事件再有發生狀況 情侶吵架 莫名其妙跑進了早餐店 搬動餐車 幸好沒有影響到店家做生意 不然這段情侶恐怕設計了毀損 事情鬧大 雙方的感情可能更難修復 三零新聞圖文權和正鳳 高雄報導